我们现在走在苏花改里面 这个隧道呢 就是往东奥的隧道 在过年的期间有开放可以行驶 那我们今天特地到这个地方 来做个探访 这里只能开六十哦 我们现在来照一照这里的地标 有两只昏轿哈 在石头上面 它写的是欢迎光临哦 粉鸟铃 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淳朴 除了海巡署有一个办公室在这里之外 大概只有一两户的人家是住在这里的 这里是一个秘境 在东奥 来听那个浪滔滔的声音 很雄壮威武吧 粉鸟铃鱼港就在旁边 然后从旁边的一条小路走进来 很短只要爬几个阶梯就上来了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秘境了 我相信这里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很多游客 因为苏花改这个公路开放了以后 从苏澳开始走到这个地方 时间非常的短 没事 坐在这里 听着海浪的声音 看着它拍打这个岸边的情景 还蛮疗愈的 远方还有钓客 在那里钓鱼 这个游港 这个海边 很漂亮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海边啊 只有石头哦 并没有沙滩 所以要走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上上下下哦 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很多鱼钓的人 在这里钓鱼哦 远方还有渔船 远方还有渔船 我们刚刚走的地方秘境啊 那里都是石头比较多 但是在那个往前开一点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进入那个渔港的路边啊 我们又发现啊 这个东奥湾 其实是有沙滩的 但是它的沙滩 感觉还是很多石头 很多石头在上面哦 要走的时候 要走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它的沙滩没有非常漂亮 看起来黑黑的 但是它的浪 还有它的海浪声 的确是非常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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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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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